好 主播 畫面中可以看到 就在售票櫃台前 不只是有人正在排隊 还有人拿着包包放在地上站位 而且不只一人这么做 地上随便数一数就有四个包 民众日前在网络上 PO出包包站位站 提到自己来到宜兰转运站 国光站 却发现不少人为了抢成千车票 先用包包等随身物品 霸占售票櫃台前 觉得这样的景象很难看 他们认为说 他们人早一点到 他不要站在那个地方一直等 他要坐到旁边的位置去 所以他才会把说 他的东西先放地上 他就讲说 只要一开门 他就赶快过来 国光客运罗东站长表示 宜兰同班车是早上五点四十分 所以五点半开放购票 所以有些人会先摆放包包站位 不过票口一旦开卖 但没人到 排在包包后方的乘客 不会理会这样的情况 一样顺着往前购票 站长同时也提到 虽然客运目前没有明文规定 不能这样摆放 但面对有民众认为 这样的景象不雅观 在这个月九号 当天就贴出公告 下周一 乘班也会增派 加班车来应援 让乘客不用担心赶不上车 以上是为您掌握最新消息 主播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